主要直接拿赛纳的问题是你有没有第二套可以配赛纳的英雄 感觉还是弗耶哥吧 我也觉得弗耶哥稳一点 颜雀 抢颜雀 这个也可以中度 是的 而且你赛纳塔姆我能继续拿弗耶哥 对 主要这两个现在你单独拿哪个你都不舒服 你拿塔姆对面可以赛纳配其他 微博那个玩了一把赛纳杀了分 没说法 没说法 没任何说法 没输出 弗耶哥还是要拿 弗耶哥比较难 要不要弗耶哥赛纳 再挑战一下 对啊 我觉得弗耶哥赛纳呀 挑战一下呀怎么样 因为泰坦赛纳不弱 是可以玩 对啊 不弱呀 我觉得要不然就弗耶哥赛纳 或者是有什么路子吧 而且老干净之前也喜欢玩卡马加赛纳 直接来了 德莱文 看看这个小招牌啊 看一下拿什么应对吧 还是泽瑞尔 抄一手EZ布隆 今天丢出一个保守 要不要抄一手EZ布隆 可以布隆 就是找布隆现在真的 反正不打就行了 但是这个对线 其实德莱文跟泰坦还是要推线 对啊 就是 换了一个女毯 但女毯其实也不舒服 也不舒服 意义会被打断的 对的 但是多一个新手的空间嘛 而且金角玩不玩垂时啊 如果玩垂时打女毯垂时 德莱文是最舒服的 可是他不怎么玩 对啊 我也感觉他 因为这种转辅助的选手 垂时转来多都不会像老辅助那么高 他主要来老干爹这阵子 就垂时那个英雄是他玩的比较少的 但是泰坦玩的多吧 来了 这把fearnance上路出格温了 而且好处就是说 红三拿你连搬两个格温不好打的嘛 对 你把那个你不想看到的杰斯啊什么都搬掉 对吧杰斯 甚至我觉得都可以再搬一个纳尔 其实凯南也可以 凯南也可以 对 但左边这个阵容因为延缺 如果出凯南确实AP的属性会偏多一点 对 有点高 看了一下确实可能纳尔更适合一点 对的看看纳尔还是凯南啊 搬了卡牌啊 京东这边 你再搬一下还是凯 就纳尔会好一点嘛 这武器 搬了69哥的贾克斯 搬了太坦 哎真的垂石能不能掏出来啊 他玩的少 但是丽拉塔他玩的 丽拉塔得来我 他丽拉塔是玩的多的 而且丽拉塔的数量度要求没有垂石那么高 这英雄相对比垂石要说细节没那么多 他前面就是点就是一个普攻的拉扯 阿卡利打格温这也是个counter 直接天使打格温 就是大家都往后走呗 对反正天使确实能打 射体打格温 射体打格温 又来了 也来手法了 射体打格温 现在上路只有369万射体了 是的 因为打陶伯那天就来了一把吧 对 中路还是有狐狸啊 还是有狐狸 京东这个阵容 其实也怪怪的 对 而且短短的京东这个阵容 你不觉得吗 乌鸦来了 没什么配合的感觉吧 就京东这个阵容 是的 这手有点太短了吧 这个阵容 就确实你说盐确能封个路倒还行 但是大家手真都有点短啊 乌鸦最后锁下来去打一个中单的狐狸 反而我觉得这把老贺天阵容很扎实啊 怎么说 你只要防好下路啊 我觉得下路 别出大事 就别出大事 就你别像昨天那个德莱文打EC一样 就对线出问题 对 我觉得真的这个阵容京东打团 打到后面打不过老贺天这个阵容啊 除了老贺天这个阵容 首先就是你 左边这个阵容相对手有点短的情况下 利纳塔的大招伤害是很大的 然后就是右边这个阵容 打持续阻碍能力 有德莱文 有胡椰哥有乌鸦有格温 我感觉只要对线别出大事拖下去 京东阵容不是特别好打呀 主要看一下下路 起码得拿到姓权 然后上读的话先发育他 而且你不觉得左边这个阵容有点缺伤害吗 对就是这个阵容 下海肯看自己的命中率 是 就是你前面有优势怎么都好说 对 如果你前面打下来有优势 那确实没问题 但如果你是一个小烈士 甚至你军事来到中期 我们这些看比赛看到的乌鸦都是 中期直接就发力了 一个扛着三四个 一个人是顶三四个 虽然是都是出帝国的 但是你就是打不死他 就是队友来引爆伤害 所以说今天这场 我感觉京东在决胜局这个阵容吧 容错率上真的有点低 主要这个阵容就是看很看选手发挥的 就是看命中率这技能 像炎雀狐狸 就看卡大卫这个炎雀打野能不能有节奏的 因为炎雀是一个 就是我们说在12.10版本 跟猴子并列两个OP位置的打野 也就是因为他找节奏能力实在太强了 对 主要这个英雄 我觉得他这把他应该针对着下路去玩 看看能不能抓住这个德莱维的破绽啊 对 因为这把他选的还是女坦嘛 所以下路肯定要解放一下的 欢迎来到英雄联盟 还是老老路子 老路子 颜确也是老路子黑暗收割 小魂 小魂 敌军还有30秒 这英雄我就是打牌位很容易打打就很肥 是的 而且打打那种打团伤害有点看不懂 他就前期吧 前期的伤害会低一点 起风密集的乌鸦 前几天我们见过 多冰币是带那个向运猛充的 对 向运猛充 排位里也有带征服者的 能选择感觉 真一雄能选择神话装跟天赋 都很多 对的 就看自己的理解跟对局吧 打辅助还能带电型 对 打辅助带电型 是有人拿这个打辅助 EWA直接触发电型吗 再防老干爹进来 还是很谨慎 只要延缺前面可能战队力不强 老干爹第一局搞了一波 小设计了一下 这个位置基本就会发现开野了 是扫描也没有扫描到 是的 然后下路开始来叠斧头 蓝色方难叠一点 红色方基本都是双斧上线 对 因为那个蓝buff会被你拉到那个小石块呢 看看 Azum的德莱文啊 第一把被扳了的 是 邦邦两拳 军队力也比较针对 搞了个骨甲 哎呀 还是很痛啊 但学了W 经典别吃 但经验吃到了 经验吃到了 哎呦 有点亏 是的 但他多拦借两瓶药吧 而且这色提示 点燃哥 经典点火是吧 点燃哥 好吧 在主要上路这个真的这个提笔改了很多英雄 是必要带点火的 上一次也是京东打老干爹 也是这个卡纳卫 就这么巧 就这么巧 而且真的也是就当老干爹是最巧的 对 去年的春季赛啊 而且也是卡纳卫 是的 但颜鹊打野 确实 十二年一年很厉害 而且你看到前面两把都被扳 你就应该知道 就是这个训练赛我估计是大杀四方过的 真的 把真英雄前面L票登场 用他来打了两把中单 对都是中单吧 这主要下路 感觉女坦真的比较难先手啊 如果 尼亚塔玩得好 这个Q甚至都能打断 是的 铁丸镜盒可以把这个纸给断掉 而且这把一样是带的 那个治疗 嗯 开始来排一下眼 看到了 Shadow过来防跃塔 但是狐狸也来了 这个位置 Shadow在塔下帮吃的话不太好跃 现在这防跃塔确实太难跃了 刚才F6的视野也是捕捉到了 牙膏往上走的动向 你别说夜这几把这个眼 做的都挺有道理的 对 他这个游戏理解方面真没问题哦 因为这个眼就是 可以看到那个狐狸什么时候上去 第一把就那个眼防住的卡纳比进来 直接导致了一整局卡纳位就节奏 直接崩掉了没有点 送了个头 是的 主要现在的跃塔 这种分钟数确实需要三个 三个人来跃 三包一 对 两个人不可能跃的 绕一下后 看勇不复行了 勇不复行拉到有机会打闪 直接闪了 躲了千载优野 这波还是去得下上步吧 没限权了 嗯 哎呦 卡纳位又来了 卡士也进草了 绕一下 只要撒尸镇扑到你 你脚位移就直接被晕了 还看到了 看到了 可惜 这个位置 但是给猪压力了 是的 不敢吃这个线 这个线 三个精湛兵不太好吃了 嗯 现在 夏斗很懂啊 他上来解一下线 是的 这种线打野不来真的做了 哦 刚才导播给回放 意思说来之前这个勇不复行已经拉到一次了 所以才有了这波直接逼闪的机会 下路好像打起来了 但是 德莱文前面的伤害还是要比伊泽瑞尔高的 打一套之后双方拉开 换血上面 左边最后靠伊泽瑞尔的两个技能还是回换了一些 但这个时候卡纳位来了 哎呦 我这一指没指到 但是看看有没有机会沿途抬回来 浮石冲一直在触发 给一个撒石阵之后想杀金角 最后闪现被金角的闪现给同时交出来了 如果这下定到他被突回来 金角应该要直接死在原地了 对 定到的话肯定死了 是的 他很清楚吧 很清楚女坦过来直接要闪定Q的 就对这个东西的敏感度很高 很集中 然后知道圆缺先放了Q不可能直接抬 嗯 卡纳比直接来节奏了这吧 上路给了点压力下路直接搞个闪 又打了性能 哎呦 直接挂点火了一打就打一套 想月呀这是 六级 这是想月呀 但是没点燃 而且要等自己的W没蓄意轰拳伤害肯定不够 来看看这波要不要操作 W跟Q是一起好的 想想还是算了 主要是没点燃 上一波对拼的时候交了 这种血案如果有的话 应该会尝试月下 你别说Shadow这个打龙的嗅觉这把也很好 他是看到卡纳比在下路抓了一波回子野区 然后直接配合下路把这个小龙给吃掉 老干爹这把可以接受发育了 对啊我们也讲就是阵容选完 京东的阵容其实打到中心我感觉不好打呀对吧 嗯 把这套阵容 中心打团没有老干爹那么好打的 而且打到后面也不好打 打没有闪 知道幅度没闪的这个位置想打 永不复兴没有拉到 闪现过来强行灌伤害 最后是乌鸦拿到了本场游戏的第一滴血 而且还可以顺势入侵一下红 两边都有惩戒的 哪比这个位置在卡着 要拼成 但是不敢拼吧 金脚在边上 对啊你这要是拼直接被铁丸镜盒就要打闪了 但在等辅助过来 在等B醒 想月还是没道理的吧 BZ双招来看一下 有练大塔有点机会你别说 而且想结这个辅助 不让这个辅助过来 然后德莱文使劲推线 过来先形成短暂的三打一 EZ升六了 往后一加闪现 但是扛塔的是练了塔 德莱文一个一闪过后 后面这边给了个治疗差 一斧子的进化解了一个莱奥娜的点燃 最后还是收的利泽瑞尔 那德莱文提到人头 其实这波我觉得真的能接受 而且是莱奥娜双杀换德莱文提人头 兵线也进去了 主要是提到人头 对我觉得能接受 对AD来讲绝对能接受 这主要是还是打野死了 打野死了这波亏下野区 而且下路的闪现交掉了 嗯 因为莱奈塔先在扛塔 所以他那个及时救险 不能再憋到后面再丢了 对 突然给到德莱文是有机会的 你看这波反上野区 还把自己闪反出来了 这波应该是没沟通到位 但先锋应该是能拿 能拿 因为扶助先出来 不过这个位置双人线也换过来了 老干爹这边 先锋拿到对京东来说是好的 这个阵容一定要起节奏 而且一定要有点优势才好拿 而且转线了开始 京东现在很习惯就是来打完先锋 双人路去换到上路去转线啊 对 Fearness这个位置没有大招的 但Shadow再过来给他当保镖 看到了Misin帮忙晕一下 不过好像要四包一了 Shadow强行挤到塔下 想把Fearness抱住防御塔 Fearness一回来 再撒身上被晕了一下 再来一个大招过来 369依然很肉 没有死 人头被Hope拿到 把这个位置没有卡好 就是直接 到了一个万豪能抱出去的位置 对 而且369选择也好 他是直接硬把你往塔外抱 对 他一开始拼了一波嘛 拼了一波 拼了一波交掉W了 他有这个月塔的决心 其实感觉还是Fearness有点小贪 就是他想在那里叠自己的Q 叠死成被动 看一下上一个月塔 第二塔先卡 然后一直选择 没有选择直接交Q啊 W也没交 对 他没有机会了这波 他其实铁腕镜盒直接交的话 因为E是没有进化的 你说这波 好像也没有他更好的办法了 我感觉 我觉得最好的就是你交Q 有机会吧 就是E其实一那一下 你被拉到了还是会被扯 嗯 主要他想先扛塔 对 还是因为这个塔现在太痛了呀 太痛了 想越有风险呢 因为这月塔亏了点节奏吧 亏了先锋节奏 这赖舞人是提到头了 你得再上路啊 双人组直接换上了 不想在下路打了 嗯 但主要龙一会就要刷了呀 对了卡比往上靠 应该是想先起一波节奏 就是耗一下上路肚神 看能不能推 而且知道乌鸦这英雄不好动 晕塔下打一套 这Fearness确实被耗得有点难受 半血辅助来 哎 很小心 没抬到 我感觉这个也要插进去就被抬了 是 他要是愣往里点 对 四包二想来 但雷达塔有恶意收购的 这波月塔没有想象中那么好多 狐狸来 这波要看狐狸能不能先手翼吧 装 雷达塔 没有突到 雷达塔交一个闪 回身还捏着大招 给一个TP 一阵一个大 雷达塔没有被大到 铁腕镜头也空掉 踢下来 狐狸上来 你 为什么不交大呢 而且又被获到了 Fearness这边一丝血被后面 一上来达到这个人头 沿途吐回来了一个乌鸦 乌鸦的塔 才被吐到散任 形成晕眩 完美的越塔 可惜防野塔真的太粗了 太痛了 而且这波能顺势推一下二他的 虽然德拉文在下路一轮吃个杜城 但是也不转呀 这波直接被京东起大节奏了 回城补给一波要接小龙吧 主要我觉得他早点交大 是不是可以撑到乌鸦踢下来 然后状态好一点呢 主要他吃狐狸魅惑的时候 是可以脚打的 对呀 这样其实对于京东来讲就很舒服了 因为我们刚说完这个阵容 得有点优势才好玩 对来看一下这波直接吃魅惑 他大招一直没好吗 差一点点 应该是几秒 没有好了那时候Vbug 他没交过大压这把 对他下路那波也没 对啊 我记得这把是我们第一次让他六级出现在 在视野里 是的 那是OVbug 而且练下塔大是可以控制李肖 说你控我的一瞬间 我大出来 就按一下就 其实不需要什么操作的 抓他的位置有点靠前了 我觉得 就狐狸靠过来的时候他往前压 是的 但是依然这波其实让京东起了 节奏对老年来讲是比较难受的 沿途没有突到 来看一下这条土龙 还有点想接 但这个时候因为格温的发育不是特别好 看一下两边怎么选 但知道色蹄是没踢的 知道色蹄是没踢的 直接开大B走位 直接要绕龙 但大直接没有踢到人 没续绕 熔绕掉是好消息啊 对于老干年来说 一个大没有留住 10万过来 格道了这三个人 乌鸭被格道了左边 这个恶意收购收购的很不错 而且铁玩净和U到了两个人 既让这边走位还扭掉了狐狸的所有技能 回神再晕到狐狸 狐狸人被迫勇连不走远 那这样双方最终是拉开 但这拨金角的操作是没有问题的 这拨拉满了 拉满了 主要是缺点伤害 而且得来温那个位置 只能放大输出不了 是的 硬拆 拆掉了呀 拆掉了 这拨装备太好了 六拨 压麻了 这拨手刀 经济压麻了 全队经济都压麻了 压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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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两条龙老干点 我只能说还有机会 还有机会 真有机会 又是个风龙魂 大不了放四条 放四条 对呀 我说大不了放四条嘛 别出事 但主要对面这个阵容 拿风龙魂还可以 那总比放火龙魂什么时候 是放火龙魂强很多 就反正最少放三条吧 三条给补一下发运 对呀 隔温太穷了 就直接被京东一波换路给 换晕 玩炸了 直接玩炸了 还是出门吧 出门那波处理确实被 被六球打晕了 是的 主要这个时间段 狐狸跟伊泽瑞尔 还有炎鹊转能力 实在太强了呀 更别说 还有一个发育 这么好的色体 但老干点是中塔守不住 这把还挺难的 因为中塔守不住 左边这个阵容 狐狸跟 呃 莱奥大 还有炎鹊 对 这仨都太容易搞的机会了 炎鹊乱钻的 跑得巨快 在炎鹊转 隔温不肥 现在打团 打团队真的还要 依靠这个隔温 京东这个换路的节奏 还是很好的 嗯 疯狂扭 但被指到了 打一套乌鸦开大 紧脚结尾突过来秒掉了 连闪现都没交出来 叶这边也死了 这边找到机会的话 对于老金来就很难受了 交的机会还是被轻到 但还好有机会带来的韧性 让他没有像狐狸傻傻的 走那么长时间 这波直接被蜜蜜操作了 在那里想Q 直接被蜜蜜反手一个而已 而且 反手也没交出大 是的 感觉金脚这个 烈大塔 就有点太想铤而走险了 对吧 人说 太冒险了 再争一次 自己还没优势 有优势可以这样玩 我现在 是 现在一死 中塔也掉 但等级第一复活快 直接又上来了 可以 就只能这样安慰自己 但我跟你说个难受的 因为两条龙的判定没有战略点 是的 真的两条龙就是判定是有点高的 在那个战略点的机制里 也行吧 就是 找乌鸦跟葛温这个边线 其实也不好拿这个塔 直接被操作了 被操作了 哦呦 一二定两个 定两个 而且金脚是走回去吃的 然后被吐回来 对 因为吃到右边 可能知道右边有万豪来 又不敢在那等 主要是 还是有点没道理 就是这样上去 硬撞 主要开鱼毯有点没道理 对的 想硬撞 这把只能等一大 等一手希望了 等一手隔温 收到头 或者等一手京东出失误 但京东这把 我想了一下 终结比赛还是得找机会打大龙 主要他们 这个阵容很好开人 确实很好开人 所以刚才那个中塔一掉 我觉得老刚才没那么好拖了 对 对吧 没绕住 但是卡纳比过来了 这啥时候啊 急跑往反向走 卡纳比下来沿途很准 而且往远突一点 防止对方换自己 就一个爭端 就三六九 没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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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两拳挂个点燃一个W可 封龙也要不了啊 要不了 死人了呀 对啊 主要是现在中塔一枚就会这样 你边路带的深一点 延缺就来抓你 对 然后狐狸也很好开 我总感觉这么打下去要成那种 就是我们俗称的长痛局 长痛局 上把是转痛 对啊 这把感觉要长痛了 因为对方确实 你说硬结束比赛没那么好结束 但是你拖把天很有可能到后面 还是有点打不了 还是被运营了 京东那波 出门一换线 对就不一样了 加那个塔下 把金角一杀 先锋一放 那个结束就直接起来了 感觉还是赛前准备没有准备好吧 其实京东这一路 是上次比赛用过 是 就也是拿着先锋 卢锡安往上路靠 然后推完塔往下再回来 打一波 Fillance直接上来 但是自己的私权马上结束了 下转打不了闪 发现没有人能跟 夜里边闪现过来 打到后面的一个闪现 伤害还可以 主要是色体赶不到现场 但是一波伤害 打完一字 回见一个大招 也挂残了对方的三个人 那这样 无视发生 色体笑嘻嘻 中路这个防野坦 应该被色体给吹掉了 金掌这边走位倒是真不错呀 又扭了一个 诶 卡纳维这个中央会不会压起身 没有勇不复行 被压了一个 炼塔大招 最后是卡纳维这边玩火 有点上头了 中路也单杀了 中路应该说是补现过去 然后被剪了 感觉真的 那格温是一个没大没状态的格温啊 直接被六九哥交闪给剪了 直接过去想守一下中塔呀 应该直接被爆了 你也太看不起六九哥了 然后六九哥这把发育也很好呀 是呀 这完全没法打 不完全没法打 没法打 再来看一下 刚才这个中路发生了什么 对呀 这不是 过去打已经没了 你这不碰瓷吗 他还是一个Q1上去 对呀 你这不是碰瓷吗 闪现A可 已经失忆了 失忆了 这这把是被越失忆了 哎呦 上销还是挺保守的 我觉得现在至少有个小七三开 得往上走了 最少七三开吧 七三开真的八千块呀 这万豪我都不知道怎么处理 就乌鸦你开大 就给他抱回去 是啊 然后这两把还是三六九上路吧 就一打一直接打出优势 看蓝比就来帮 一打一直接打失忆了 直接被越两波 这把直接小火龙 不管你 直接小火龙 有说法 主要这小火龙 对性压力给的太大了 米勒老师 你有点燃谁不能单杀 主要是 射体这英雄标配点燃呀 确实 主要是射体这英雄 这把这两把 他专属技能 对啊 专属技能呀 我记得之前有一次是当时那个张帅 没办法 挺进破坏车改了 带了个TP点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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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笨啊 大团 万豪没闪现也不行 没点燃少点伤害 是的 哎大到了 叶这边焦金花还是被抬 叶这边应该是要直接死 焦闪见还是被抬 直接死在原地了 那 回来 色梯直接从后面抱进来 把破坏王逼退 那莱文换掉了一多个人头 但自己也被炎雀收掉 正面的卡大卫已经杀疯了 两个人头到手之后 Fearness这边边打边红 跑出来的在追他 虚人之威开出来 直接一拉回来 Fearness能走吗 走不掉 色梯再拿一个人头 应该要拿大龙了 刚才啊乌鸦是起封密集换的进化 解掉了两大大招 还是走不掉 这个阵容拿到优势 炎雀乱风 而且真的 我觉得还是中塔一枚 玩不了了 那麦波是自己装没了 那麦波装没了 直接玩不了了 本来那麦波就真还能守一守 对 能再拖个一两分钟吧 好这把 其实也是老干爹把游戏加快了 就是越来越波下路了 然后对面拿先锋 是的 然后那麦波甚至 在上路搞了一波试 运营上差一点 这在运营上还是差一点 急了一点吧 再来看一下 这个位置乌鸦之间 被开到了 然后 抬回来 这个路口 杂质任一扑 我都不知道队友要怎么过来 得来我这边真的还可以了 闪现换一个 还带赏金的这波 对的 这把万豪也玩得很爽啊 对线有游戏 队友一直来帮 确实 拉一下 也打不动 这把跟云鼎最近很火一样 九怒一万豪 时间 风时慢到高地了 想抬没抬到 但是高地的防御塔要先被推掉了 这把这个色体 这把这色体跟善网不是一个画风啊 哈哈哈哈 上把是工具人呀 是的 这把是大哥 两路 要不要回去推第三路啊 想直接一波 是不是有点小过分啊 狐狸有踢劈 杀一个的话有机会吧 大家在这耗负 破满王在断线 格温去打龙了 你别说有点子 这格温 有点子 有点子 这边就三个人 破满王回来了 被三个就发现了 沿途抬回来了 叶 叶这个位置应该走不掉了 直接被卡拉雅拿到人头 狐狸踢回来 这位密斯基睿开了快表 感谢若被德拉雅大专家提示 直接拿到这个赏金 但是没什么线了 哎 哎 好 跟龙动之动有 最终的胜者是格温 这样 一个高低方向已经掉了 闪现调突 但是没有回突 格温回来了 格温有大有点燃 那过去 格温被抱走了 格温倒了 直接就倒了 乐意收购 只收购了一个卡拉雅 卡拉雅这边还是回身 打出了shadow的一个闪现 那这样我们 应该要恭喜京东了 瑟迪最后双杀 瑟迪站在水泉前了 开始点赞 开始亮表情 我们 恭喜京东2比1 拿到自己 夏季以来的第二场 大场的胜利 恭喜京东 主要是把 也是 其实这两把 胜利就围着上路打 上路对线打出有蛇 对的 但是老干尼还是那个问题 就有点虎头蛇尾 感觉第一把打得 确实都不错 老干尼第一把 都有点说法的 我发现 第一把打完后面两把 不好说了